傻憨憨金木聪被批捕抓进了大牢 没想到陷害他的人竟是他一直帮衬 并视为好友的天风书方掌柜于坊 这一次上演的龙夫与蛇的故事 也终于让他体会到了人心的险恶 当晚在万年县衙内 五皇子宁正在得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来见了王县令 心口直快的他直接挑明了自己 知道此事必有幕后指使之人 当即勒令王县令放人 而此县令不是别人 正是浪爷的老仇人 早前同住文华一同去玄武伯爵府 抓他的前大理四成王启科 那一次不但抓捕失败 还让浪爷制造出身体上的甲天花症状 将他吓得不轻 如今他身为了国都内县令 身后有了靠山 本就对金家有恨意的他 更是无视宁正这个不得圣宠的皇子 威胁一口便将其回绝了 对此宁正很是愤怒 王大人当真要不我面子不放人吗 王启科轻烈一笑道 五殿下 金木聪作为皇室贵族子弟 做出了这等丧心病狂之举 有损我越国形象 若我听从您放了他 那我该如何向国君交代 又该如何向无辜被羞辱的妇人交代呢 何况下官只是秉公办事 还是奉劝武殿下不该管的事就不要管了 这句带有明显羞辱之意的话 顿时让宁正怒火中烧 一个区区万年县令 竟也不把自己放眼里 若换成其他皇子 这县令哪敢有半分不尽 可为了金氏之托宁正还是强忍耻辱 问王启科打算如何处置金木聪 怎知王启科直接拿起律法说 向这等证据确凿的强暴之罪 按大约律法是要处以辅刑的 宁正顿时怒怒往启科 这辅刑就是燕刑 既然能做出断金 是后代之举 看来你背后之人已决定好 要结下这生死大仇了 事已如此宁正也不想再多做停留 直接起身阴沉着脸愤然离去 当天晚上沈浪也为此事 来到了宁政府上与之商谈 二人见面后 宁正为金木聪入狱一事很是自责 沈浪深知宁正已经全力 赶忙上前将他扶起 随后宁正愧疚地告诉他 自己已去过了万年县衙 找了王县令 但对方却不愿放人 沈浪看着宁正的表情 问他在那里是不是受辱了 听到沈浪的问话宁正顿时脸色涨红 今日王县令给他的耻辱 简直就如同打在他脸上的耳光 让他终身难忘 可宁正还是愧疚地说道 眼下父皇正要册封一副为侯爵 可我在这关键时刻 却没有保护好金木聪 让敌人钻了空子 这会耽误到封侯之势的 浪爷摇了摇头道 早在金木聪进入国都后 就已经被敌人盯上了 而且我可以想象到 明日早朝一定会有无数 弹劾我金氏家族的奏折上座国君 如果我没有猜错 这次的卑鄙手段 大概是出自苏氏之手 估计他们连后面的每一环节 都已安排好了 不出意外的话 明日就会有人去围攻金氏别院了 眼下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必须在天亮之前就出金木聪 宁正听后更紧张了 这沈浪刚进入国都苏家 就开始动手了 可现在距离天亮 就剩三个时辰了 他们该如何找到证据 为金木聪洗清罪责呢 想到这里他赶忙提出了这个问题 浪爷却摆了白手说道 我们不需要去为金木聪洗清白 他是被人当场抓包在床上的 所以根本就没有清白可言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从根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做的 就是做的所有事 都要比敌人更无耻 第二步 阻止无数言官弹劾金氏家族 不要让舆论风暴诞生 还要制造出一起 更害人听闻的事件 吸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力 让大家无心再去关注 金木聪强无名语之事 而这第三步就是要弄死于 放全家和万年县令王启科 在苏家脸上狠狠抽一个耳光 以示威望 武殿下 既然开打了我们就没必要隐藏了 只要有人出头 那就统统弄死 切记绝对不要让自己 落入敌人的节奏 而是要拉敌人入围任你摆布 话音落下宁正惊呆了 都说玄武伯觉府孤叶至近呼妖 如今真是长见识了呀 沈浪笑道 武殿下我的人已经去办事了 我们就等着明月一早 看一场轰动整个国都的大戏吧 说完便告辞 宁正兴致勃勃地朝万年县衙走去 浪爷太兴奋了 没想到自己在国都的第一刀 这么快就要开始了 非诈你就在大牢里多待一阵吧 让你看看你姐夫 我是如何在国都掀起惊涛骇浪 如何杀人全家的 与此同时在镇远侯觉府 苏南将金木聪知识交由 给了苏建廷负责 此刻苏南心腹苏庸 正在向他汇报着外界消息 少主 金木聪已被万年县令抓捕 武殿下也去了万年县衙 要求王启克放人 可他不但被拒绝了 还被羞辱了一番 苏建廷听后心里不禁嘀咕起来 宁正你这个不受待见的皇子 还真是爱多管闲事 随后转头问苏庸那些 御史的弹劾奏章是否都准备妥当 苏庸立即将给官员们 准备好的文稿地 到了苏建廷面前 在看完内容后 苏建廷忍不住得意了起来 沈浪你在玄武城能兴风作浪 如今到了国都 我苏家的主场 我看你还能怎么蹦的 苏庸接话道 少主放心 针对沈浪的阴谋现已启动 只要他敢有所行动 就能保证他能立刻 背上一个杀人的罪名 苏建廷心中大喜 沈浪 如果金氏的世子和女婿 一个背上强暴罪名 一个成为了杀人犯 我看金家还怎么 册封侯爵称号 你一个坠序身份 再加一个废物的皇子宁正 我看你们如何敌得过 我庞大的苏家 我一定要让你死 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